大顆干貝 鮮美香菇和滷蛋 看了讓人食指大動 料好又美味的台灣小吃 來自肉丸的故鄉 彰化 半透明的肉丸下油鍋炸到外皮金黃 隱隱約約可以看到飽滿紮實的內餡 裡頭包了肉塊 粉乾和香菇 上桌之前在淋上剋調醬汁 看了讓人口水直流 就是從小時候吃到現在 然後它的皮真的很酥脆這樣 就是其他地方吃的不會那麼脆 對 所以料很好吃 而且它的四分之一顆蛋就是有炸過 對 然後小顆的就沒有干貝絲 大顆的就有 就是很好吃 沒有沒有 大顆的太晚來都會賣完 這家生意太好 包干貝的大顆肉圓點不到 不過拐個轉角 肉圓節的冠軍店家也有好料 攀器參加肉圓節 在網路和現場投票雙雙獲得肯定 老闆顯得很謙虛 直說沒有什麼獨門秘方 進入給人家吃人家覺得好吃就好了 沒有什麼秘訣 沒有什麼秘訣 可是越多人討論的話就是 就是生意會比較好 就是正面的還是比較正面的 就是說現在我們辦這個活動的話 對我們肉圓的業者來說是 是不錯的那種宣傳 肉圓的故鄉在彰化 那麼最近幾十年來在我們彰化的業者的 努力的改良之下 已經成為我們台灣所有民眾最喜歡吃的傳統的小吃 也成為我們交通部觀光局向國際來推廣的台灣重要的小吃之一 那麼最近四年來我們彰化現在卓博元縣長的帶動之下 要把這個最好的這種小吃來廣為行銷給我們更多的民眾來品嘗來喜歡它 所以呢我們就舉辦了彰化樂園節 那麼也就是所謂的樂園盟主的這種爭霸賽 那麼非常成功 適逢了我們建國百年 為了要迎接建國百年前國運動會 在我們彰化縣舉辦 所以呢我們彰化縣舉辦一個比較最有這個話題性 而且最高難度挑戰的 我們邀請我們的業者 製作了一顆全世界最大最重的這個樂園 我們要來挑戰全世界的紀錄 不只好吃的霸丸在彰化 全國最大最重的500公斤大霸丸 馬迪嘉 一旦節當天由吊車吊掛特製大鋁鍋 進入彰化縣立育育場 在今世世界紀錄人員見證之下 完成史上最大霸丸 扣掉它的石器就是裝這個石器 器材的重量136公斤 裡面肉圓 這霸丸的實重是630公斤 630公斤啦 彰化霸丸節今年邁向第四屆 邀請店家一較高下 一人氣平口杯 爭取彰化第一的霸丸盟主寶座 和超客最愛哪一位 中央設計者台北報導